德國和比利時海關在二十四號宣布 破獲兩批總計是有二十三公噸的骨殼 鹼鹼 市價高達十二億歐元 是歐洲至今以來最大宗的毒品案件 這批骨殼鹼被隱藏在一千七百多罐的牆壁填充劑 還有塞滿木塊的貨櫃當中 分別是從巴拉圭還有巴拿馬走海運的方式 運抵德國和比利時 這些毒品在運往荷蘭的途中被海關突襲查獲 而涉案的一名二十八歲男子已經在荷蘭被逮捕